前借董若萱给太后请安 是不是母后为难你了 没有 母后 您为何如此 她的诚心诚意 你一点也看不见 一点也不体谅 电视剧《承安诺》正在若波州 董若萱当初嫁入后宫 也是贺兰茗玉妥协后的坚果 所以打一开始 婆婆就没有看上过儿媳妇 再加上 萧綦元在后宫中又偏爱董若萱 因此董若萱遭到了不少妃子的嫉妒 董若萱常跪在太后殿外请安 贺兰茗玉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萧綦元为媳妇打抱不平 董若萱则表示 自己理解太后在之后的剧情中 贺兰茗玉被皇后去得病倒 董若萱贴身照顾 完全不顾自己还在坐月子的虚弱身体 没日没夜的熬药喂药擦拭身体 租金之后的茗玉被董若萱感动了 送给若萱一个玉琢表示认可 董若萱终于靠着自己的个人魅力 获得了婆婆的认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